請勵 請請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就算你有很多 美國朋友 你跟他們談台灣的情形 在美國的體系裡面 他可不可以幫你理清 他可能沒辦法 因為他沒有學過那個海外領土 那段歷史 甚至有的美國人都不知道 美國有什麼海外領土 所以這些怎麼開始 這些怎麼開始 是 在中國 談是無常起義 在美國談是 7月4號 7月4號 在費城 有很多這些 那些 要革命的人就 簽署那個 獨立宣言 但是不要以為 簽署獨立宣言 就獨立 就不是 那個後來 那個後來跟英國打了8年 跟英國打了8年 8年後 英國才同意 所以是到 1784年 元月14號 那個 和平條約 也是叫做巴黎條約 的生肖 美國才可以算是 獨立的國家 而且還 你要特別注意 一個地方 到今天很多台灣人 不了解的地方 是美國為什麼 沒有跟 荷蘭宣布獨立 美國為什麼 沒有向摩西哥宣布獨立 美國為什麼 沒有向德國宣布獨立 你這個問題要探討 那本來最早的時候 大概是從1620年 就陸陸續續 有英國 有一些人 就 過了大西洋到美國去 然後 成立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鄉鎮 或什麼 然後 他們是 英國人 他就認為 他為英國的 皇家 成立這個 新的國度 所以 他用英國的名義 去 拓展 北美洲 的這個領土 所以一直都是英國的影響 後來 這個官員任職 也是英國的體系 一直都是英國英國 那我們常常 在台灣 我們常常碰到一些賭派 我們就跟他講 你台灣要獨立 你要向誰 獨立 你要向誰 宣布獨立 第一個回答是中華民國 我跟林博士就回答說 是什麼時候你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 你告訴我 1945年4月25日 沒有任何聯尊認為那是廣復節 沒有國際法上那是佔領的開始 佔領不移轉主權 接下來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不是要國民大會 通過新領土嗎 有通過嗎 你什麼時候成為中華民國領土 你告訴我 這些所謂國際法學者 什麼李鴻喜 他們就從後門把他溜走耶 我看過耶 我們有一個老太太是 算是我們支持者 她有一次生病 我們在醫院 李鴻喜就坐在那裡 我們就跟她講 李先生台灣沒有獨立啊 她就 其實當場應該要她簽署耶 那比較有效啊 但是後來我說 那將來你說要獨立 跟誰 向誰宣布獨立 喔這個 中華民國 中國啊 我說你什麼時候變成這樣 我想想 等一下我們跟老太太講 喔她從後門溜走啊 這是所謂的 偉大國際法學者 我太太說非常看不起這些人 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在網路發表這個 當然也被批評的很厲害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美國人做事就是很明確 美國人就是做事就是很明確 講事情講清楚 啊那有人回答說 我不需要跟哪一個國家宣布獨立 那你說好 歷史上有這樣的例子嗎 因為這個例子不是你發明的 你要用潛力 是為潛力 多做幾次就是慣例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小朋友 在家裡對不對 每次要大號就是到馬桶坐下來 坐大號 以後這個成為慣例 啊如果哪一天在地板上坐 違反慣例就要懲罰 就是這麼簡單 做事有個慣例 那慣例就是這個要獨立的 這跟他原來屬的就是宣布獨立 啊有的人說我跟一個中國政策宣布獨立 我說世界上有像政策宣布獨立 你舉幾個例子 他說好像沒有 我說對沒有 所以沒有就是這個不通耶 那他說我跟美國宣布獨立好了 我說既然你要跟美國宣布獨立 那你就跟美國談判嘛 你選不獨立對你有什麼好處啊 你先把國防外交包給他做 你在這裡 好好休息不是很好啊 對不對 你先跟他談判慢慢來嘛 你不需要用什麼激烈的手段 他已經說沒有台灣領土的野心 但是說他不想給你吞了 但是雙方有什麼利益可以彼此 好好的運用 對不對 你利用他打到他的目標啊 欸 這個美國 軍人派 派駐在台灣 中國敢打嗎 他不敢打 他不敢打 所以我好好的利用美軍 打到台灣安全 這個保障 那我要省錢 我當然不要花國防外交啊 我這個 留下來我這個錢 充實台灣的見識啊 那有什麼不好啊 雙方利用嘛 本來就是這樣子 國際關係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也可以開 很多這個學校 啊那個 中國的觀光課來 我們可以給他們上課 給他們回去 啊民主政治怎麼樣 你會去跟胡錦濤好好講一講 對不對 怎麼樣去自治 我們要求的 在將來 我們走上獨立 但是以前要自治 自己治理自己 這個是整齊的方向和步驟 很多那些人 他們很奇怪 他們說 我要獨立 我直接獨立 台灣那個教授協會說 我要獨立我直接獨立 我說 我跟他們講 我說那好 明天給你獨立好了 立法院協在控制 還是藍營在控制 總統府協在控制 黨產在協的手裡 你明天獨立 你馬上落為 落為努力啊 沒有用 所以這些人也是 彈一大堆 實際上 摸到他的細節 都是空的 全部都是在喊 為了面子去喊 裡面沒有內容 讓我只要中國威脅說 要打 你房市崩盤 你股市崩盤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這種 很荒謬 我馬上宣布獨立 門都沒有 他們喊了四十年 自己都沒有醒過來 所以 我覺得 我們美國人分析事情 就是分析 如果這樣會怎麼樣 如果這樣會怎麼樣 就把它分析出來 不是一直在那裡喊 隨便人家給我們挑戰 後門溜走 不是這樣做事 要有一個詳細的計畫 讓人要能做 讓人要看到慣例 人家怎麼做 我怎麼做 會有什麼利弊得失啊 所以 我真的有時候 我搞不懂 這個台灣人在想什麼 沒有他所 他所尊敬的對象 有時候那些人講的話 都是空的 沒辦法做到 對不對 我 我以前 我接觸過很多 我接觸過很多 那 我藍營綠營什麼 我都接觸過很多 我看他們 也寫那個白皮書啊 也談很多很多 奇怪 有了那個白皮書 他們自己本身沒有看 對不對 他是他後面一個字庫來寫 大概這個也是 也是可以啊 但是最好自己要主張什麼 我自己稍微了解一下是不是 要不然船門問你 你都不會回答 不過主要台灣就是喊口號啊 所以我太太跟我接觸 這幾年 她已經有很多改變 因為 我是美國人 當然她有的改變 有的她沒有改變 她也會講 喔你美國人好討厭 我說那現在戴什麼 跟你講的一萬四 早上要穿拖鞋 嘖 美國人就是沒有這個習慣 我太太是 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她爸爸是日本時代的人 然後她去留日 所以對她來說 穿拖鞋大概跟河水是一樣 早上起來腳就覺得癢癢的 但是我們美國人 土地這麼廣闊 我們赤腳比較習慣 所以我在家裡就是赤腳 喔要不然就是襪子 她說 你走到哪裡就是襪子 死了我就脫掉 就關了 又不是很好 家裡一定地板上也沒有放什麼釘子 也沒有放什麼釘子啊 家裡不會這樣子 她還是很不習慣美國這樣 但是 她 她有的事情 她 她會跟我思考現在一樣 她會覺得說 人家講那麼多講不清楚 你問她她也講不清楚 這個時候她是在學一點那個美國精神 就是問清楚 然後要她回答 你知道那個 美國人有時候講話 我從來沒有聽過台灣人這樣講話 在美國有記者會 對不對 想問那個 尼克森 尼克森總統 就說 那請問總統 你到底你贊成墮胎還是反對墮胎 啊 總統 她說 這個問題很好 這個問題很好 而且在我們憲法體系裡面 我們保證 人民有問 敏感問題的權利 所以我非常佩服這位先生 能勇敢的站起來 能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敬你 好還有沒有問題 啊這個時候美國人就舉手說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欸 你什麼時候看台灣一個記者會 那個高官在台上 滔滔不絕 然後記者舉手說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的問題 你剛剛講的跟我問題無關 沒有這樣 其實應該這樣 不要講那麼多 我只要答案就好了 那尼克森還有幾招 嗯 我們再慢慢慢慢看 但是這個是 你看美國人他反過來問 他會很明銳 他會 他會用攻擊的語氣 ok 所以 這個是 我看 啊 我跟我太太 他是台灣人 我是美國人 嗯 我們生活中要協調很多事情 後來我們協調的結果 呃 家裡有一項 其實這個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協調的 我們 二十年結婚生活 我們 不買 美國冰箱 太大 但是我們也 不買 台灣冰箱 太爛 所以我們都是協調 所以我們都是協調 買日本原裝進口的冰箱 哇實在好 真的很好用 我們選的那一台 是很貴 但是哇很好用實在好用 所以有的事情 我們就是這樣協調 那 不過 我的問題是 我以前在美國費城 呃 上大學 我在費城上大學 我在 高中 我在馬州 高中我在馬州 我們 高三 就是 學美國歷史 然後學 美國憲法 美國歷史 為什麼 會這樣演變 受到憲法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都學一年學這個 喔 很難 但是你 你那個 讀完那個以後 你真的 對事情 你就可以用憲法的角度來 做一個初步的判決 做一個初步的判斷 那我們不是光看那個條文 要看大法官判決 那個才是細節講出來 所以就像我們台灣問題 欸 台灣怎麼跟美國有這樣的關係 台灣關係法怎麼會是美國的國內法 這個都有故事 這個一定有理由的 去哪裡去找 去找美國憲法下去去找 去找 周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他是 按照憲法第六條 他是 跟美國憲法同等地位 所以答案一定在周金山和平條約 其實你發覺 答案都在那裡 結果我們把這個答案都找出來 講了 我跟林博士講了 五六七年 台灣有多少媒體在聽 都不聽 這個又是台灣人做事的那個媽媽呼呼 答案已經出來了 他們都不聽 也都不要看 所以這個媒體 跟那個台灣冰箱一樣 很爛 就是很糟糕耶 是不是把這四人都 關在一個冰箱裡面 給他丟到海裡 很奇怪 Maybe是他的編輯 我不知道耶 嗯 不過當然我這樣下來 美國的高中 然後這樣的學習 不是沒有後遺症啊 我坐在飯桌跟我太太討論 我們在那裡吃飯 太太說 你怎麼這樣吃飯 啊我就看他 我看我的碗 我看我的塊 我第一個跑到腦子裡面 我這樣吃飯 有違反美國憲法什麼嗎 這是第一個跑到我腦子裡面 啊我跟我太太這樣講 她說 你在講什麼 但是這個就是 可能我的隨俗背景就是 脫離現實太遠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從來不管 吃飯的一些細節或什麼 不太 不太管那個 對不對 吃飯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 討論 新聞的一個機會 討論歷史文化的一個機會 我們都是這樣 所以 一看我那個時候 我高中有多嚴格 我們那個時候是 我們宿舍裡面是 我們必須開會表決 一個禮拜好像可以看三個小時的電視 我們必須開會表決要看 就說電視機打開 我們的教育廳有個電視機 就是可以開三個小時 所以到底我們要看 我們要打開那三個小時 其他的時間都是要讀書耶 沒有人隨便看 那那個時候也沒有網路對不對 我們非常我們學校非常的嚴格 那個時候都是男校 我們上課要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我們學校還強迫運動 你每一季要參加一個運動 我們是勢力的 非常嚴格 對不對 那個老師 喔 如果他叫你準備功課 你沒有準備 哇 那 那真的不要命 所以我們 我們是這樣一個 一個出來的 那那個我們高中的學校在鄉下 鄉下治安各方面就很單純 我大學又到費城 那費城的治安很糟糕 我們我們就是 後來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我住在那個 我們叫兄弟會的那個宿舍 兄弟會的宿舍 你就是暑假把他全部鎖好 九月回來 全部被偷得光光耶 我們都很習慣 所以你不要留什麼東西 要不然你看你有沒有聰明到 你可以藏起來他找不到 我們會玩這個遊戲 我我曾經把我電腔機藏到 他們沒有找到耶 我九月回來的時候 登登你看他沒有偷走 所以當然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也會形成 跟我今天太太衝突的地方 為什麼 我們當然我們的房間 我們放地毯 我們當然從來不洗 對不對 從來不洗 為什麼 這麼髒血要嘛 對不對 沒有人要那就沒有人偷嘛 啊我們放的燈啊 我們放的什麼 還有那個水龍頭滴滴答答的管他的 對不對 再樓個一百年 誰在乎 所以我們不會注意那個環境 那好像我太太留日 喔他們都是非常注意那個環境 所以他這樣跟我住 他也覺得有困難 他又是學什麼旅館管理 這個也跟美國的精神一樣 其實我走到很多地方 我在台北我住內湖 我走到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我就算沒有經過 我進入一個新的早餐店 啊他們那個過來就說 那何先生要吃什麼 他就直接叫我的名字 嗯這個 我有時候 有一點不習慣 但是我太太叫那個旅館管理 他們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子 看到每一個客人 一定要能夠把名字叫出來 啊這樣的話 我比較喜歡麥當勞 有沒有 我就會在那裡排隊 我到那邊 沒有人認識我耶 我今天叫什麼 我下一次 怎麼樣 我叫不一樣 沒有人說 欸上一次你叫兩個漢堡 怎麼今天你吃雞堡你 欸為我吃的自由 你問那麼多幹什麼 我反而不喜歡那種 高級旅館有沒有 你今天進去 喔我房間要玫瑰花 哇接下來三年 每一次你進去 他就有給你玫瑰花 我這一次不要玫瑰花 我要換可不可以 我太太太很習慣那一套 這很固定啊 所以這個可能是 他跟我住的那個模式又不一樣 但是 基本上 那我們多年來來推行這個 欸他也是覺得說 嗯 就是要趕快 他說趕快把這個問題處理 然後把社會 該做的整頓就趕快 趕快整頓嘛 因為社會上有很多整頓 就像昨天晚上我們在談 台灣的司法要怎麼整頓 我們必須帶入 新的那個 精神 但是又有一些案子 也必須繼續處理 那你又有一個很龐大的什麼 高等法院的法官 最高法院的法官 這些人要怎麼處理 如果我有這樣的房間 一個一個給我 我一個一個開除 我是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想我要對他稍微 一個尊敬 他是一個所謂法律人 不過給他十五二十分鐘 慢慢談 然後 就像那個電視上那個 川普一樣 You're fired 對不對 你被開除 嗯 我也可以做這種事 因為將來新的體系 他們滿腦子 都是那個舊制度 有的 不太 不太能用 不太能用 而且 聽說台灣的法官都是有價碼 你要升遷 你就是要塞 塞紅包給誰 這個制度不好 這個就是 然後我們還有監察院 跟考試院 那個也必須解散掉 美國才沒有那個 那個就是 那些東西 考試院根本就是一個行政機關 不需要另外做一個院 然後養這麼多人 那些人就必須 不需要對你負責 我想美國的系統也是盡量要 你官員應該對人民負責 那像考試院他不需要對人民負責 他不是一個行政機關 他做錯什麼你不能告他 行政輸送 你不可以 他不是行政機關 你拿他沒辦法 他隨便亂搞 這個不好 對人民沒有負責 你這些官員應該對人民負責 做不好 應該反而有方法去給他 給他 撤職 給他 退回去 取消他的資格 所以我記得 林博士以前在提這個的時候 他說很可能 我們對公務人員的做法是 先凍結新人進來 甚至於很多那個舊的 就是要查他的資格 他 很多臨時人 後來變成政事都不用考試 他們 他們 國民黨最會刷這個遊戲 很多不應該是 是那個公務人員 連公務人員的那個都在林 所以這個全部要整頓 這個是阿扁本來應該做的 還有阿扁應該做更大的什麼 阿扁應該對那個所有的軍人 他應該做忠實調查 這個對美國人也很重要 你這個軍官有沒有忠於國家 你能想像嗎 如果有一個美國軍官 他住在Washington DC 他有四顆星 他的全家住在海外 他的資產都在海外 他一個人在那裡領高薪 你不會對他的忠誠度 產生懷疑 欸 萬一哪一天 然後他銀行存款 哇 這麼多 你不會覺得說 欸 他是不是跟我們敵人有什麼 打通關係 如果有問題 哇 他如果上了飛機走了 什麼痕跡都沒有留 你覺得這個人忠實嗎 我想美國收票這樣的 台灣這種很多欸 非常多 阿扁本來一個一個過來 嘿 你太太小孩財產都在海外 你在這裡領高薪 你證明你對這個資助忠實 我給你三四天 不能證明的話 開除 你會去做大兵欸 你要能敢做敢當 阿扁才不敢做也不敢當 所以他今天在監獄 我太太說活該 該做的沒做 對不對 本來有個大蜘蛛在這裡 阿我住在這裡 唉 好了好了 你不要惹我 我也不惹你 最後他還是要抓我 你以為他不會嗎 他這個野獸就是一個野獸嘛 一個大蜘蛛比你還大 你都不處理他嗎 你一定要想辦法給他毒死欸 阿你都不做 阿到時候來你自己照樣 那是我們所看到的 所以早年他在那裡 我跟林博士也是有寫信去 寫信給他的幕僚 寫信給他的 他的副總統 寫信給所有的那些 就說給我們時間 我們還跟彭明明接觸 跟他講很多很多 他好像也不是很重視欸 嗯 這些人 頭腦在想什麼不知道 反正 可能 不是 不是一個清楚的 不過他也說 既然彭明明有競選總統 他可能肯定這裡的體系 要不然他怎麼會競選總統對不對 那對我們來說 這個 台灣是日本領土到和平條約生效為止 所以1949年過來這裡 你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這個事實我們常常在講 後來蔡英文有一天又講出來了 講完那天 好像沒有在講 因為很多人批評 批評什麼嘛 批評你就反駁回去嘛 你就說拿證據出來 所以現在那個希拉蕊不是 看了很多林博士的文章 現在那個希拉蕊都在講 你有什麼對男孩的主張 你拿去法理 有沒有 他在學我們的嘛 我們要不要跟他拿板碎 想想 但是如果他趕快來解決台灣問題 那也是 也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都用講法理對不對 應該講法理 法理在哪裡 阿中國人喜歡說 喔 古老的時候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那個不是理由 法理 這個 像報紙講的 如果要談古老的時候 那歐洲都屬於中國 阿為什麼不講 趕快講 趕快讓那個歐洲人去攻擊有沒有 中國可以說 我們古時候 歐洲都有 在我們統治下 所以從歷史事實 歐洲屬於中國的 你看他不敢講 他敢講 很多國家都會 對他提出很嚴厲的批評 所以他不敢說耶 但是其他 喔 台灣自古以來 屬於中國 沒有這回事 本來 在我們 記憶很新的 都知道屬於荷蘭屬於哪裡 也有一段時間 有西班牙的人來對不對 所以根本就不是他的 他就是喜歡看歷史 不是要看歷史 要看條約阿 條約怎麼寫 阿這個也是一樣 阿 馬關條約無效 不公平條約 那 歷史上 他們有這個主張 歷史上 我們回到我們 展在美國人的立場 美國人在談公平與否 OK 我要談這個條約公平與否 那一方是征服者 一方是被征服 後來有個條約 那你告訴我 這種情形之下 最近兩百年歷史 哪一個條約 是公平的 對不對 你說你到國民小學 你犯錯了什麼 老師要給你有個協議 那你也可以說不公平阿 老師 在那裡要我ABCDE 啊我要說什麼 他不讓我講 啊我還被迫簽署 要同意什麼規則 你也可以說不公平 或是校長要求你做什麼 你在小學 你也可以說不公平 他在那裡壓我 啊本來 社會的有一些在上面 有一些在下面 本來就是這樣 那特別是對條約來講 你必須去看 有沒有哪一個法庭 這種情形 宣佈那個法約無效 那個條約無效 有沒有這種情形 你拿出來討論 如果沒有 那你就找不到潛力 那你講這個就叫做胡扯 所以 這個從這個角度來看 又是回到美國人的分析 你要談台灣問題 你也可以用這個很簡單的邏輯來談 每一個人在講一大堆 很簡單的 你講出的道理有兩種 一個是 你講出的道理 有這個好像 國際上有這麼一條 有這麼一條 就像我們說 呃 領土被敵尊控制是屬於佔領 這是國際法法理 海牙公約1907年 這個有條文各位看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呃 是不是可以主張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和平條約是不公平而無效 那你教教看嘛 有沒有這個例子 有這個例子嗎 不是 不是你自己發明這種理由 你必須有潛力拿出來說 這個已經形成慣例 你拿得出來那就算 要嘛就是已經成文的規定 要嘛就是已經寫下來 要嘛就是慣例 你只有這兩種 所以你發覺很多事情 你用這個二分法就是 馬上可以把它分解掉 喔 開樓宣言已經規定怎麼樣怎麼樣 那曾經 有個 新聞公報 指定有關領土的過戶 而國際社會承認領土已經過戶嗎 有這樣的例子嗎 喔 沒有了 好 那就開樓公報 不必 再提 Over 但是這些人講了60年 還在講 實際上是無稽之談耶 這個是 這些人是 你回到 然後 當然 maybe 是Over 但是美國社會比較講法理 啊台灣 所謂清理法 哇 這個問題也很大 我想將來我們要宣佈 逆向行使 違法 你負一切責任 不要逆向行使 喔 你壓死我的兒子 你要陪 逆向行使 在美國 你敢告 我想 他 他會特別的罰你 你違法 你違法 還告 逆向行使 就是逆向行使 沒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你違法在先 你要主張人家 特別同情你 我想 在美國社會 這個很難 所有的人會說 你違法 這個精神 我們就交代給所有的警察 你給我好好的 輔導這一部分 每次去南部 看到很多人在逆向行使 好像不知道 這條是單向 這個 對社會秩序不好 還有人在高速公路 摩托車在高速公路上 不可以 他們有規定 你不可以這樣 有的人說 我記得 有一次我在內湖 很多年前 我住內湖 台北內湖 大概 我們住了多少 14 15年 有一次我在那裡 我就看到 那個有個麵包店 然後 一排車子停 然後另外一個人 停 然後那邊就寫 不准停 不准停 就是紅線 已經有一排在停 然後外面 就 並排 另外一個人在停 他就出來 欸我說 欸 你不是黎湯嗎 你怎麼可以在這裡停 啊 我就是停一下而已 我買個麵包啊 欸 這個就是台灣的問題 不准停 跟停一下 沒辦法分耶 實際上 美國 美國人的思考模式 不准停跟停一下 是衝突 不准停就是不能停 所以我記得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參加一個旅行團 我們去那個土耳其 啊土耳其 那個伊斯登堡 好像過了那個橋 那邊的路很窄 我就每一個地方站著一個警察 然後連遊覽車稍微靠邊要嚇人 喔 拼拼 好 好 好忙的過來 吹口哨吹口哨 不可以停 不可以停 然後我就喔 趕快下的趕快走 然後隨便下什麼東西要下個後 喔 跑過來急急忙忙的 吹口哨 那 因為他的路太窄有沒有 所以你停一下就所有的交通都會阻塞 那很糟糕 但是如果 台灣有一些地方不准停 那你就是要這樣做耶 你警察隨時在那裡 不讓他停耶 如果有必要就是這樣做 但是在這個前面你還要做一個調查 這個又回到美國人的那個公平原則 你這個區有多少人口 你有多少車子 你有多少停車位 這個都要有一個比例耶 如果沒有這個比例 那實在 你給人家開法單是不公平的 你這些東西 那問題在哪裡 很多地方不是說 大樓的地下室要做停車場 後來沒做 變成ColorOK 那為什麼沒做 這個我知道林博士 他這些東西都要列入 里長的職責 你說這裡有違章陷入 那是里長的事情 每天的就是在損失 你這裡動工程做什麼做什麼 有沒有有沒有許可 沒有許可我里長命令你馬上停 有必要我叫美軍去制止 No 你不可以 因為如果他這樣蓋 你里長沒頭 到時候你又被開除耶 你每天就給我關上 啊誰在亂丟垃圾 你給他制止 有必要你給他罰款 啊你就告訴這個居民 這個前面這一塊是你要弄乾淨 啊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你整個你這個里的秩序 你要做到 這個也是比較有提升一點社會秩序 我們要做到什麼事情提升社會秩序 Reno比較開明的做法 不要保護一些所謂違法業者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把這個事情 徹底的解決 你就給他合法化人家瞌睡 我警力要用在哪裡 要用在治安 所以你看現在美國很多人對那個 很多這個 舊政府的政策探不滿意 你花很多警力 在做你做不到的事情 就像 人家有用那個毒品有沒有 他毒品是無孔不入 所以你這些人你就是要想辦法去管理 你如果有好好的管理這些人 樂介所什麼的 你管理這些人 然後你精力要放在維持治安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對不對 這個有很多 你可以 我們就是回到什麼叫公平原則 甚至於台灣人可以 可以公開討論 什麼叫公平 怎麼做才比較好 對不對 什麼公平 要怎麼做 你建立一個新的社會 你要有什麼樣的公平原則下去 你這樣做 才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 這個指證本來就是要符合 大部分人的利益 而不是一些小團體的利益 現在台灣就是 我們常常說你看一條街 其實你看一條街 你像台北有一些街 你看下去 這麼多招牌 這麼多事情 你會覺得說 哇非常的繁榮 但是你沒有看到 後面是什麼 就算這個人在這裡開牙醫檢所 並不表示別人在這裡可以開牙醫檢所 很多人是因為有特權 他才有辦法把相關的執照什麼都拿出來 這個人在這裡開牛排館 下一個人來開牛排館 天天有消防 公務局 什麼單位都來給他取締 他會覺得很奇怪 以前的人在這裡開牛排館 為什麼我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關係不夠 你都看不到這點 這些問題就是要處理 還有什麼 什麼什麼 美國沒有那種什麼 借牌 什麼建築事務所借牌 什麼會計事務所借牌 什麼什麼 沒有那個 那個全部重新 重新交代登記 那些人 出來看他是不是實際來參與 哇我們先搞補習班 他查得很輕 對不對 我常常來查這個 查那個 查那個 啊我們後面的巷子有幾個 沒有立案的補習班 從來沒有人查 啊我太太馬上就會想在台灣 反正做違法的比較好做 你看這種 這種歪理 這種歪理 但是就是因為 執政 就是 沒有用正確的方法 啊我們那個 台北市教育局 開什麼大會 啊所有的補習班去 我就提出這個問題 船場鴉雀無聲 我說那我後面的巷子幾個 都沒有立案 你也不取締 我檢舉無數次 你也不取締 我檢舉無數次 不會吧 台上的人 不會吧 你那個檢舉一定會馬上取締 我說 是你耳朵有問題 還是我 我聲音沒出來 我剛剛說 我檢舉無數次 你沒有取締 我講的就是事實 他我講什麼 就說 不可能有這個現象 我說有啊 有這個現象 沒關係啊 何先生你管你自己就好了 我管我自己啊 我就是要管我自己 他把我的業務都偷走了 我怎麼管我自己 我還要繳稅 他不用繳稅 這種情形 也是要有所改善 這個也是簡直到不公平 所以我 早年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 他是住在那個堵城 Las Vegas 台灣我們 美國人剛來 就談很多問題 哇 到處都是違章建築 這個人大樓上又加一層 那個人 擴大他的 他的路臺 這個人擴大他的陽臺 到處都有很久 也都是違章建築 我說你 你那個堵城 有沒有違章建築 他就回答我一句話 沒有啊 我說怎麼可能沒有 我住在台灣這幾年 我看到處都是違章建築 你怎麼可能沒有 他說很簡單啊 你所有的工程行 所有的室內裝潢 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是要有登記的 你一旦做個工程 你先看清楚 這個是合法的嗎 如果不合法 你告訴業者說 No我不做 台灣沒有 所有的那個工程行 路邊的 你跟他說我要蓋一個城 他說好 什麼時候開始動工 你先付多少錢 所有的問題都在這裡 沒有製造的 所以你沒有製造 可以取消啊 那是故意的 因為人民只要每天再忙著這個違章建築 沒有時間 去抗爭什麼 執政不利啊 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曾經 我們以前有一個 退休的市議員 他是早年給我們 這個組織很多幫忙 他是退休的 你去他家 他還是在協調 違章建築 坐在他的家裡裡面 一天 沒有十個 起碼有七個 都是在談違章建築 你看這些問題 所有的市議員 辦公室也都是在談違章建築 沒有時間來辦公耶 都是違章建築在談 你看這個問題 用美國人的思考 五分鐘可以解決 五分鐘我就可以解決 所有的這些道友執照 你沒有執照 不能營業 然後 你有執照 你給我改一個違法的 我給你吊銷指教 我給你判刑 我看下一個敢做嗎 這個問題很簡單 但是 這麼多年來 沒有處理 我告訴你 他們不要處理 他就是要 有這層亂 他才可以 也有紅包可能 也有什麼可能 我可以壓這個 我可以放這個 喔 我看今天 有一個 林先生 他想 參政 他出來要算 要算縣長 喔 那 那他家裡 本來那個十年的違建 我趕快給他拆 對不對 還有我查他妹妹 他什麼 全部給他拆 我看你還敢參加什麼縣長 他是用這個 非常非常惡劣 非常惡劣 但是我就是說 美國的基本的想法裡面 沒有那種 你就是要從一個基本的 合理的範圍 來把它做 然後你就是回到憲法那種 盡量求一個人人平等的那種精神 對不對 所以我想 我們談到 美國一些基本精神 其實 這個也是包括 很大的一方面 而將來 也會變成民政府 整頓 整個社會的一些 一些想法和依據 所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那今天簡單的先談到這裡 謝謝各位 起立 立正 走勒 休息十分鐘